字幕提供 第二節, 始終不夠時間講 今天Rake拿了一些有趣的東西上來 那是甚麼呢?麻煩移動到這個鏡頭 麻煩你, 那你介紹一下, 其實很明顯 拍了一些Postcard 這張稍後要講, 剛才那張 這就是第二輯的相片 第二輯的, 我叫Legography 因為之前那輯拍了街景 暫時告一段落 我今年年初開始拍第二輯的相片 都是跟香港有一個扣連的, 跟Lego和香港 但是街景之外呢, 就是拍一些香港有特色的物件 或者飾物 你先開大鏡吧, 麻煩 其實不如事不宜遲, 馬上去第一張 好好好 嘩, 這張, 這樣也被你想到 你真是夠膽死 先介紹一下, 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思 和為何會想起燒米 因為其實一拍, 一想香港有特色的東西 二話不說, 當然是喝茶 喝茶、點心 這些就是香港很出名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張創作 拍點心 但點心當中 其實最容易拍的就是燒米 因為燒米比較鮮艷的顏色 可不可以先去之前那張 燒米那張 不好意思 那就 講到燒米 其實燒米蝦餃, 春卷那些 其實叫點心 去到外國人的地方, 就叫點心 在外國人世界, 點心就是燒米的樣子 你去到外國人的那些 叫什麼, Convenience Shop 有時候會買一些炸料, 他們經常去炸 點心就是燒米 Can We Get Too Dim Sim, 就是燒米 就是燒米的, 但是炸的版本 所以都出名是蝦餃燒米的, 代表點心 其實大家背後都有聊天 其實有沒有什麼食物你可以做 其實我覺得春卷, 都可以想想 可以, 這一輯就沒有 可能繼續拍下去, 都會拍春卷 好, 那去下一張吧, 麻煩你 那雀龍, 雀龍也很有香港特色 因為以前的茶樓 一定是 那雀龍 一定是手持一個雀龍 對, 手持一個雀龍 雀龍也是很有香港特色 但我本來開始的 idea 就是雀龍裡面放雀鳥 再用一些 Lego 放在旁邊 但是, 又沒有什麼特別之餘 我又不想說, 其實我又不太喜歡 其實雀龍這件事 因為困著雀鳥, 我覺得很殘忍 所以最後我沒有放雀鳥 沒有放雀鳥, 穿在裡面 整個Message 變了好像 不是很適合我的心 不是很適合我的心水 好厲害喔, 你想到 一種一角度 對, 因為我放在雀鳥裡面 變了好像 不是很適合我的原意 因為我不喜歡雀龍 不喜歡雀龍, 困著雀鳥 困著世界 所以最後用一些人去代表 雀鳥是類似監獄的 就是困著一些人 但不是特意的 但很多照片鋪了出來 就瘋傳 有些人就說, 裡面那個是長毛 但我沒有這樣的用意 純粹 正如有時候一個中國各自表情 沒有什麼 什麼, 花開兩朵 任你講 最重要是有Noise 而且事實上 Rick這輯照片是真的 是很有Noise 我看到你Facebook那些 讚好是八千幾個 都八千幾個 九千幾個 還要是很多人口傳耳傳 反而Share 比like數更多 Share 現在一萬三千幾個 完全猜不到 當初我第二天 放上去我的page之後 可能第二天 就有大概幾十個Share 我已經很開心 這次發達了 我還沒試過這麼多Share 那些相片 去到幾千幾個 是不是已經馬目了 有聲音 不是啊, 到現在都很開心 可以繼續去下張 因為太多相片 嘩, 我就是給這張相片吸引了 要再說 拍了多久 還有買材料那裡 你是買材料才想起做這些 還是買LEGO才想起做這輯照 這輯照一定是材料先的 因為雞蛋仔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香港很有特色的一種食物 你說的材料是雞蛋仔 雞蛋仔 即是食材 雞蛋仔我一定要拍的 那我就想 怎樣跟他做的interaction 令他更有趣 那有意話不說 那LEGO這隻雞仔 我想如果玩LEGO都知道 這隻雞仔很出名 但是 一開始我就想著 這隻雞仔 大 那隻雞仔 可能在雞蛋仔裡面 跳出來 但是發覺 比例又不對 因為雞蛋仔太小了 但是突然間有一次行商場 又看到 這隻小的LEGO雞仔 煙時點 煙時點 那看到小的LEGO雞仔 突然凌機一觸 那這些小的LEGO雞仔 可以在雞蛋仔裡面跳出來 那這隻大雞 就帶牠們走 離開了 那我就想出了這個想法 是否上面有很多支光射下去 其實是一個提案 一支光 就是這些門外看 一支光 一支燈 你看那個影子 其實是在這個 公仔的右上角那裏打一支燈 打下去 所以真的是 Rick Hing你的相片 是融合到當地文化是厲害的 所以這個就是常說 拍LEGO相片很簡單 但是怎樣帶得出那個主題呢 就是我看了你的一支 因為其實有這樣說 你不用面紅 我專門是扣連了一個主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看到其實上網做research 都看到很多人拍LEGO 其實很多 很多人拍LEGO 那我又不想重複 又不想太過抄襲 於是就想到有一個idea 就是把LEGO 扣連到一個本土的主題 那就令到我的照片更加有特色 其實外國真的沒有 真的 這個小弟也做過很多research 沒有的 譬如說 你不會看到台灣人有的照片 日本人做一些很有日本特色的照片 甚至德國 美國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世界第一人這個名字 喂 給你到敬戒 大家不用抱歉 我們繼續下一張 這張我真的聞到你很久 你解釋一下 應該這樣說 我看好這張照片才知道 原來 剛才說過兩次 拍LEGO 不用一定全部都是LEGO 是 都是那句 我不是LEGO fan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了那種叫枷鎖 類似那些粉末 你是 我記得問過你 你是一直這樣 是呀 一邊撐 就撐 然後拍了 其實我第一次拍了 沒有這些紫緒 但後來發覺拍出來 沒有什麼動感 因為你變魔術 變 要變 但你一張硬著 很難表達出來 後來就想 靈機一觸 可以用紫緒 令照片更加有動感 更加像變魔術 又沒有變 變 那個動作 另外也是那個小鳥 這個我籌備了前前後 兩三個月 為什麼要找一隻小鳥 很難找到一隻小鳥 反而是一隻小鳥 影響了進度 對 很難找到一隻適合的小鳥 尺寸又對 又漂亮 還要適合那些小鳥 對 因為一開始我都想 用Legos 用Legos 但是 用Legos 又未必漂亮 因為這麼小的尺寸 要砌一隻小鳥 又未必很漂亮 所以最後就是 想到用鳥仔玩具 扭蛋玩具來的 正想問 你在哪裡找到這隻 對 一個題外話 你不打麻雀 我也不打麻雀 我會打麻雀 還有是不是 那個麻雀裡面 只有一隻小鳥 是動物來的 這個問題是很愚蠢 好像是 好像是 所以我就是想問一個問題 你是 一見到一隻小鳥 就想起 是啊 我就想 一開始我就想 我們一定要拍麻雀 麻雀也是有香港人的特色 絕對 有什麼可以有趣一點的 想起一隻小鳥仔 沒理由三萬四萬 三萬又不知道什麼 那麼銅臭味 就是這樣 下一張 這張我正想問你 後面那些是 叉燒 叉燒 我想是雞 會不會有些 沒有有人問過 有人問過 是雞來的 不是 沒有那麼殘忍 對 始終我加一些背景 沒有那麼悶 所以就買了一些叉燒 放在背景 這個主題就是公雞碗 因為都是有香港的特色 因為很多時候 你去看很多的古裝片 公雞碗一定是有的 還有那些古人都不知道喝酒 那我想問一下 剛才是酒喝的 那個屁股 其實應該是你家裡的地上 還有其實是否那些叫無心插樓 我覺得好像用這隻地下的顏色有多和諧 我故意的 其實這張是桌面 但是你看到這些就不是真木來的 其實是一個攝影技巧 這些是膠地板來的 就是一塊塊的膠長條形的地板 買回來就去模擬木材 那種質感 因為比較 因為我想整個故事 其實我整輯上的故事都是 這班Nego在桌面上發生的故事 那算不算是無心插樓 這個顏色有沒有很和諧地展示到你的作品 都不是的 有計算過的 因為買了幾種顏色去搭配 試過這隻顏色比較適合 好 那繼續下一張 這張好東西 這張是呀 不過這張會重拍的 因為其實這張毛巾 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叫竹君祖安 那我就買了一個次貨 因為我找不到 最後又要拍 所以就拍了竹君祖安 但最近我買到了 給我找到竹君祖安的毛巾 即是會再拍的 這張 那這個idea就是想 毛巾怎樣呢 那麼燙一下毛巾 因為我打算拍Iron Man 放Iron Man Iron Man Iron 燙豆 所以就把燙豆放在Iron Man後面 因為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Mk 42 我正在找一個規格 這個我又不熟 可能你真是清楚 其實我也不太熟 但我在看 因為我覺得這隻叫第二領 因為身上有很多D-D 是嗎 那上面那個就是 Madito Madito可以控制燙豆 所以就是 所以這些照片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 一些西方和香港的完全不適合 讓你這樣影響到一起 所以厲害 那就繼續下一張 好 這個 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麼Hardcore 龍鬚糖 因為我是想拍龍鬚糖 很好吃 我也喜歡吃的 龍鬚糖 龍鬚糖 這個是突然間想起燈泡亮起我頭上 就是龍鬚糖的樣子 突然間覺得很像木乃伊 這個你怎麼說呢 idea當然是有時有 有時做某樣東西才撲手 但關燈這一下就是你突然間想起的 是呀 用一些比較暗的方式去展示出來 所以突然間覺得龍鬚糖很像木乃伊 於是就拍了一些 原先我已經有中間那個 可能你介紹一下 中間那個法老王 法老王 我已經有了 亦都搭低級辣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也挺貴的 你買了多少錢 二十幾元而已 二十幾元 眼前的觀眾 不好意思 我去Inspont買 我也是見便宜才買的 二十幾元便宜 我記得早上二十幾元 這隻現在百幾百五元 我有了 但他旁邊兩個侍蟲 我拍這張照片 我才特意再買 那不是很貴的 第十三代 三十多元 對 三十多元 因為跟古埃及有關係的人 其實不多 但也叫做有Ferro 有穆乃伊 有他的Lan 還有埃及妖後 還有埃及妖後 有第五代 其實你買一買 因為他不搶著 他也有了一半 下一張 只剩下十分鐘 哇 這個我們這麼少都會感到 油渣鬼 這個被老婆罵 真的嗎 因為整個房子都是油煙味 油煙味 他真的被老婆扔 一開始就要拍油炸鬼 買了三條油炸鬼回來 三條 對 要三條 他一開始還問 要買這麼多條 要的 三條 你知道一條是兩解 即是有六解 對 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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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我打算買 當然是預充些 可能做後備 或者再做 誰知道三條都剛剛夠用 我想起 其實這些油炸鬼有幾像石頭 於是他拆了這個場景出來 說到油炸鬼 油炸鬼一分兩隻 一隻比較甜 那隻叫做牛里蘇 牛里蘇 我喜歡吃油炸鬼 我也喜歡吃油炸鬼 我不太喜歡吃甜的 就是這樣 這張油炸鬼 我猜你當初是想好一堆食物 然後就慢慢從那些叫什麼 從那些叫什麼 從那些食物的特徵 在想用什麼LEGO去配合 反而其實是LEGO配合 LEGO配合食物 食物 因為我本身整個濕相的主題 就是我要拍香港的物件 所以我先想了物件 再想一下LEGO 怎樣可以跟它有一個很適合的互動 是呀 我敢繼續下一張 這個豆漿 那我為什麼拍豆漿呢 就是我在街上 有一次逛街見到這些石磨 石磨的模型 覺得很漂亮 很有趣 這樣不行 一定要買 買回來之後就想 石磨磨豆 做豆漿 這時候就拍豆漿 當然豆漿也是香港人很喜歡喝的 就是一種飲品 砌了這個場景出來 就是生產豆漿的過程 我想問那個石磨 石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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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可以買到這麼小 那個其實是玩具還是什麼 一些裝飾來的 裝飾來的 因為一些店舖裡面 其實有石磨的裝飾 它有不同尺寸的 它有大一點的 其實這種是專門做裝飾用的 這樣就買了最小的尺寸 那我記得Rick你說 那些豆漿流下去 是啊 即是那裡都搞了很久 都搞了很久 因為我也要營造那個豆漿流下去 那個桶的效果 而且它們真的在流下去 真的在流下去 那我就要用豆漿再加一些生粉水 那樣 濃度又要調較 試了很久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哇 那這張照片剪了多久 都拍了六七個小時 前前後後 我記得是否說拍通宵 這張不是拍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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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六七個小時 是啊 六七個小時 前前後後 哇 真厲害 那繼續下一張 其實你張張得很誇張 哇這張也是 我記得就問你 你是不是特意找個雙撲手舉起 不是啊 都是無心插柳 因為我們拍菠蘿油 你要找東西撐起菠蘿包 那一開始想著 用一支 用一支 寶寶的棍子 但是很悶 突然間想起 就是你自己找一個棍子頂住 對 很悶 突然間想起 找個大力士 雙撲手就夠大力 托起菠蘿包 來塞一些 牛油下去 我這張照片現在看到 其實那些麵包 那些叫做菠蘿碎 掉下來 真的很有那種 平時吃菠蘿包的感覺 是啊 因為其實我拍這輯照 都參考很多食物攝影 因為我本身又不是專業 但是我就這輯照 都參考了很多商品攝影 食物攝影 很多時候都會放一些碎 或者你拍咖啡 你總要放幾粒咖啡 在旁邊做一些粉塵 那就參考了一些構圖去拍 因為如果你看到 那塊地板很乾淨 好像太造作 是啊 是啊 自然一點的 加一些東西下去 好 繼續 麻煩你 哇 這張我也是 這張很受歡迎 這張真是厲害 首先我想說 剛才其實也說過 怎麼可能一套西方的電影 或者漫畫 融合到一些華人的食物 那你就做到這件事了 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開始想著 我喜歡吃午餐肉 香港人很喜歡吃午餐肉 其實我也是 澳洲我常常吃 但很健康 但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開始一定要拍午餐肉 最直接的想法當然是狼人 狼人拿爪去切午餐肉 你一開始想到 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照片的中間 就是狼人拿的部分 但英英發覺也挺悶的 突然想起 開蓋 鐵金屬當然要找 Manlito去開蓋 然後加上Manlito 但是想到 咦 不是啊 你切完午餐肉當然要煎 有整個過程 有雷射眼 但我記得你當時說 其實不是雷射眼 對 開頭就先不要想著雷射眼 但想到一隻綠色的 那隻Lego的龍 恐龍 是 綠色的 加舊Lego的火 就是噴 扮形成像煎效果 但想到 咦 那不是不配合 那整班都是Marvel 最後就想到 可以用雷射眼 溶擊過 你是怎樣想起 是用雷射眼 ions只能摟 劈牙 indo進行 無端倒進行 那這套系列 realise 就是自Lego 76022 這樣的 возможность 那一套系列的四個人 他們是獨當一面 包括眼前這三個 而Storm 但市面上 是很便宜的 我不知為何 麥厚和你聊過 我說其實你是不是要加上Storm 那就令到整個社群人氣死了 下次再加上Storm 就更加統一了 等Magneto開了罐之後 叫Storm飛機 浮起午餐浴 再給狼人切 這是小弟的意見 都不是意見的要求 下次 下一張麻煩你 這個我起初看 其實就覺得跟之前的比較 好像不夠特別 是啊 我都認同 但是再看下去 其實你好像在做Pizza的感覺 我剛才才看到 其實我整輯相用很多聯想 那我想起蔡肉包的樣子 有幾個像一個焗Pizza的爐 就是這樣做這個場景 那都 對的 這個相對 其他相對不是最喜歡這張 但是 你可以想起焗Pizza的 而且裡面沒有用Photoshop的 裡面的光 不是Photoshop 是一張紙 用紙巾 包著紅色的LED 小型的LED 這麼小的LED 就用紙巾包著 塞進包裡面 營造這個效果 嘩 真是好天馬 紅色的 好 繼續 這張 這張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以前一定是放在冰箱 冰箱 冰箱 那時候 三元一條 或過半一條 我忘記了 好像一元 我忘記了 而且你要在老的士多買 才有機會 都是疑事回憶 所以想起火箭 就拍了一張照 好厲害 那繼續下一張 這個 香港人很喜歡吃彈箱 也很出名 所以都是一句 一定要拍彈箱 想起彈箱 做的時候要灌彈 想起灌彈 好像運營土灌章 灌章這個程序 所以就想起用運營土車 我不用LEGO車的意思 因為我本身都是以攝影出發 那我發覺 太厲害了 因為你用了LEGO車 反而生硬了 你這個看起來 其實令你的照片更加繽紛 對 更加活潑 因為這個是我兒子的玩具 我看不見多顏色 我經常用我的兒子去做我的創作 我兒子的玩具去做我的創作 你買給他 哈哈 那用來令我的照片更加繽紛 其實那個人仔 站上去的那些件 是一些很普通的擺人仔 但又讓你想到這樣搭上去 即是不需要這麼花巧 對 搭上去就可以了 好 繼續吧 麻煩 這張 這張我昨天看 才看到原來是金大支先生 金大支 因為是香港品牌 金大支 對 好似一條木頭 於是便想到這個場景 其實那個火都是用剛才的方法者 LED LED包著紙巾 這樣拍出來 因為我偏向 如果盡量都不會用Photoshop 當然有時候會用Photoshop 做少許Touch-up 但非得意 我都是用道具 去做出一些效果出來 那可不可以說Photoshop 是你的last resource 盡量都不用 盡量都不用 即是等於 小弟在澳洲 都經常煮飯的時候 煮麻婆豆腐那些 我就一定不買醬 老鳳都是自己攪的 因為我覺得你買些什麼醬 那些 都不是自己攀任 大家英雄所見略同 好 繼續下一張 這張厲害 把一顆魚蛋給你弄成這樣 對 這個魚蛋 想想想想 可以像什麼 最後想想像炮彈 於是這些軍隊 應該是那個叫做 Long Ranger 對 Long Ranger 那個Johnny Depp 我推出 Long Ranger 他們是士兵來的 即是模擬炮彈 但是炮管 或者炮筒 就想了很久 都不知道怎樣做 因為Legos沒有 我研究也不太深 不過我看Legos沒有 這樣的形狀的炮筒 有 但是很小顆 沒有 沒有就更好 它沒有那麼粗 可不可以想想 在自己家裡 走過了一個小時 到處看 到處看 到處看家裡有什麼 可以做炮筒 最後想起電筒很像 是不是那些 我的電筒 那些是電筒來的 這個就厲害了 因為我問你為什麼魚蛋 然後我記得你好像說 牛雜那些 實在不知怎樣 對 其實如果影響香港 有特色的東西 就很多 有些不適合拍照 如果純粹用攝影的角度出發 例如牛雜 就比較難拍一些 不是不行 但是要很高超的攝影機構 才可以拍到很漂亮 我覺得又不是攝影技巧 看你用什麼 LEGO去配合那些 那些牛雜 但是魚蛋就 圓圓圓圓 過癮 對 魚蛋都很可愛 所以都拍了它 所以其實都希望你這輯相 是令到大家 有些啟發的 是啊 沒錯 好 那繼續下一張 其實很多 哇 這個就 叫什麼 波子奇 波子奇 因為當然有我自己的情懷 小時候很喜歡玩波子奇 所以就拍了它出來 這個在idea就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有些人仔在玩波子 但我希望其實除了波子奇之外 我也想拍小時候 我曾經玩過的棋 有些是鬥獸棋 還有飛行棋 還有一隻叫康樂棋 不知道你有沒有 不是打那隻 不是好像打球那隻 康樂棋 你說起那些棋 其實我喜歡捉象棋 但是我現在 但是我記得去到澳洲 一段時間上網捉的 就是Yahoo 上網捉的 那些 我前一陣子 在澳門和朋友捉棋 想買一些比較有質素的棋 很差的 全部都是大陸製造 那些木的大陸撕掉 那隻鋸會分開 這一盒波子奇都是新買的 但我猜質量差很遠 差很遠 波子不漂亮 以前的波子真的是晶瑩剔透 通透 是不是裡面有很多空氣 而且顏色是軸的 所以質量差很遠 所以說什麼時代進步 我覺得這些報酬 其實我覺得不是 這方面退背 可以快去 馬仔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 所以一定要拍一下 一開始就想不到怎樣拍 但是想到幾次石頭 於是會組一間房子出來 有好處 因為這些窗門都是LEGO 不用貼膠水 因為馬仔有黏性 一壓下去就已經是 那我繼續下一張 這張不夠時間都要說 這張很受歡迎 這張厲害 我還在想到 究竟拿這張做的Promo Picture 還是哪張 因為山楂餅一定要拍 小時候一定是經常吃的零食 一開始就想著拍山楂餅 好像飛碟一樣 山楂餅圓形 像飛碟 但是又很難做到飛碟那種動感 這個時候我就看著我身旁的LEGO 突然間看到Iron Man和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的盾是紅色底 突然間想起 凌機一觸 弄一些盾牌也好 於是就想起這個想法 因為我看過Marvel電影 就知道 美國隊長的盾牌是 是Iron Man的老爸弄的 所以就弄了這個場景 那這張照片 小弟有一個意見 看看你再弄不弄一次 就是那位女子 用Pepper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Iron Man的 這個是的 這個是Pepper 是 因為我買了一套的 但是Pepper應該是玉色面 因為那些有license的 我記得 我記得 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我拍攝 我喜歡用黃色的 我明白 我忘記頭髮是不是 但身體肯定是 我沒有記錯頭髮 頭髮是這隻 其實LEGO只是出了一隻Pepper 是 所以 你說得對 因為我又沒有遺意 我沒有用玉色 因為我不喜歡玉色 因為始終LEGO都是黃色 有標誌性的 因為它有license 不過如果是LEGO迷 你用LEGO迷一看就像 哦 LEGO一點點 你這樣說是被人打的 我繼續下足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 其實張張也要說 這個我想問一下 這個我真的沒見過 以前 你說的是那個什麼 那兩個 綠色 哦 這個草莽 草莽 以前常常在街上看到有人 積草莽 用乾草去積乾的竹葉 積一些草莽 以前經常都可以買的 剛好我走in point 一到街上看到有個婆婆 在那裡積草莽 那時候我問他買了一隻 他就送一隻給我 那時候回去 因為我當時還沒想到 怎麼拍的 但是這麼有特色的東西 就先買了 不是經常見到的 那想不想 咦 它也挺像一隻怪獸 那突然間凌機一觸 就像 因為Star Wars 那些白兵 經常騎怪獸 就是這個畫面 正想說就是 我想 因為這個應該是你第一次 用Star Wars的人仔 是啊 這一次 還有 這裡要先說 那這兩隻草莽 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東西 會傳承到下去 其實很多東西斷了就沒有 沒錯 真的 那要快去多一兩張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下 繼續下 再下去 這個是不是最後一張 或者講砵仔糕 講完最後一張砵仔糕 繼續下 這個五角形的食物 這個真的是 紅酒 沒有時間 出出出出 這個是不是砵仔糕 這個不是桂花糕 這個不是桂花糕 這個就是最新拍的那張 就是最後 這支相片最後一張 砵仔糕 砵仔糕也是我很喜歡吃 也是很有香港特色的 所以一定要拍的 但是 但是 砵仔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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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黃色 所以我拍黃色 黃色是甜一點的 應該甜一點的 砵仔糕 我就想拍 但是又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到處都可以買 但是 原來有分漂亮 那個外形 因為始終你買回來 你又有些砵仔糕 噢 那時候買了九十幾個 沒有買到 買了一次 但是發現不行 後來把心一橫 就自己做 自己做 自己做 網上找一些食譜去做 嘩 有沒有拿上來 沒有 下次 差過兩隻 有個朋友 他就幫我買了一些砵仔糕 我自己網上找一些食譜 自己買一些材料回來做砵仔糕 嘩 老婆都讚好吃 哈哈 其實拍這輯照 有個傻的效果 現在都真的 可能往後繼續拍 繼續拍香港生物 會不會自己做 自己做魚蛋 牛雜 其實不是 剛才的咖哩魚蛋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不過就不難 都是混一些咖哩汁 其實時間爆了 但是就非常多謝 Rick King上來做一集嘉賓 希望下次可以再請你上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